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通过对实践概念的规定 和实践结构的重新解释 这个莲菲菲尔可以说 对马克思的整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基础 整个哲学基础做了一个变革 就是不仅仅强调 这个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技术的要素 这个要素他认为是存在的 但是仅仅从技术的要素来理解 这样一个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实践概念 和他的全部哲学是不够的 必须把人的生活文化及其变革的方式 这样一个研究引入到实践 那么这样就为他日常生活的批判 打下了一个理论的基础 打下理论基础 那么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研究上面呢 他主要是以马克思的对异化概念 异化和非异化 异化和全面的人的这样一个结构概念呢 他的这样一个传持啊重新展开的 就是说从这个十九世纪末开始 随着工业化像文化领域的这样一个拓展 人的消费呢日益被拿入到工业化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呢 这个休闲工作和失能生活都构成了一个辩证的系统 就是在这个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原来呢只讲这个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工作 就是说他的讲异化什么 在工作的场所里面能是异化的 比方说他讲的这个 我们讲的劳动的异化形式 四种异化形式 一个是什么 首先是能和他的劳动产品的异化 一个是劳动本身的异化 劳动本身的异化讲了什么 讲了他在工作领域里面 是吧 在工厂里面他在作为生产人的时候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非能的这样一个状态 他是为了工资 就是为了他的这样一个生存 生活的这样一个需要 维持他的生存的需要 而所以马克思说 他在工作的时候 他是觉得不愉快的 那么他在消费的时候呢 他是觉得愉快的是吧 只有在他 你们可以看看马克思的 184年金的手稿 你们对照一下 那么他在休闲的时候呢 他是他在不工作的时候 他是愉快的 他在工作的时候呢 他是不愉快的 所以这个里面什么 他的这个异化劳动啊 是限于在这个工厂时间里面 工作的场所里面 讲的能的这样一个 异化和非异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这个到了这 随着19世纪末以后 这个工业的这样一个发展呢 他就什么呢 休闲工作和私人生活啊 全部成了一个辩证的体系 辩证体系 也就是说 这样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 现代社会的特点 现代社会特点 也就是说 你不仅在工作里 工作的时候你是异化的 而且在你的休闲 在你的私人领域 你也是被异化的 你也是感到不愉快的 也是受到压抑的 受到压抑的 所以呢 他能认为这一切 这一切由于这样一个变化了 就把日常生活 直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的这样一个地位 放了突出的地位 就是我 本来我工作是一个受压抑的 我的日常生活 柴米油盐 酱出茶 这是属于我私人的 但是由于这样一个工业化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发展 把你的休闲 你的私人生活 也就是说你的日常生活 全部拿入到这样一个工业化的体系里面去了 形成了一个辩证的过程 所以这就成了什么 使日常生活成为当代哲学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就是你必须 你不能仅仅研究这个工厂里面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在你工作期间的这样一个异化状态 你同时要研究什么 日常生活 所以他 但是呢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 这个整个的 我们前面讲的 哲学家们依然在传统哲学的框架上 看到日常生活 认为日常生活是什么 非哲学的领域 就是哲学啊 只研究理智的领域 而不研究日常生活的领域 所以日常生活 其实日常生活在那 在那个时候 普遍的被哲学家所排斥 被哲学家所排斥 比方说 这个波普尔 就是说这个技术 就是说讲这个科学哲学 他们也认为什么 能不能研究的这样一个研究对象啊 他不应该到非日常生活的领域 就是不应该到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也是需要排斥的 只有是非日常生活 就是人们的这个理性生活的领域啊 他才是理智的 理智是不进入日常生活的 不常生活 刚好他什么 他是要从日常生活里面抽象出来的 是从抽象出来的 同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呢 他也是不涉及这个日常生活的 都把日常生活视为非哲学的领域 所以他们的论务就是什么 教导人们要如何远离日常生活 如何超越日常生活返回到抽象理性世界之中 所以在他们的哲学当中创造是什么 是一个崇尚抽象理性的时代 崇尚抽象理性的时代 但是呢 到了这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 四十年代以来也就是说 在这个二战以后啊 随着这个科学技术的这样一个社会运用 他就是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呢 在法国哲学当中啊 形成了一个批反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 和现代性批判相结合 展开这个日常生活批判 那么在反对传统哲学的二元论 和现代性批判的这个结合上呢 这个法国哲学家一方面要求哲学啊 走出抽象的理性王国 走进文学 社会学 历史学 人类学等学科的领域 以面对人们生活的根基 日常生活世界 就是你要是研究哲学啊 你不能什么 仅仅在抽象的理性王国 而是什么 你要走进文学 社会学 历史学 人类学 等各个领域 就是把你的这个哲学啊 把它和其他的学科 把它融合起来 这样来面对人类生活的根基 日常生活 哲学要关心这个文学 关心社会学 关心历史学 关心人类学 关心人类学 所以这样呢 你才能什么 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那么这是一个 另一方面的要求呢 他就是说 一方面是人们要走向 这个哲学要超出理性王国 走向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呢 他要把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 提升到哲学 到日常生活的这样一个转向 抽象师这样一个转向 而是要什么呢 而是要以这个 把这个日常生活在这个里面了 把日常生活提升到哲学 形而上的层面 使日常生活取代能的理性世界 而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也就是说 哲学的研究对象 不再是抽象的理性 而是研究了什么 而是研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日常生活世界 以通过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 实现对现代性的批判 实现对现代性的批判 所以联斐福尔的这样一个 日常生活批判呢 也就包含了这两层的内容 这两层的内容 那么怎么样看待这个日常生活 怎么样看待这样一个日常生活批判 也就是说 如何 既然这个哲学 从抽象的理性王国 进入了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世界 要提升 把这个日常生活世界 提升为形而上的这样一个范畴 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什么 一个哲学形而上的重构 就是说不能够在以前的 在这种观念的抽 理性的抽象 观念的抽象当中 来构造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概念 而是要什么 建构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的 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在建构形而新的形而上学的这个概念当中呢 它是因为它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所以呢 它是通过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异化概念呢 来进行散发的 也就是说它是通过重新散发马克思的异化和全面的人的理论 而把日常生活提升为哲学的批判对象 哲学批判对象 所以它所说 这就是它所说的 它说异化和全面的人的理论 依旧是批判日常生活的动力 日常生活动力 那么这就表明了它的一个总体的思路 总体的思路 就是以异化和全面的人的辩证法为核心 开展对现实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 开展对现实社会的日常生活批判 那么尼菲福尔认为呢 这为什么说这个马克思的异化和全面的人的理论 能够说明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呢 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呢 首先呢它说明了就来自于马克思的 对异化概念的特殊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的说明 他说首先呢 为什么这个异化概念 异化概念能够成为重构 现代日常生活哲学的这样一个核心范畴呢 是因为马克思啊 对异化概念呢 做了一个特殊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的说明 那么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特殊性和历史性 就是分析从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生活的 商品生活的事实当中揭示了人的异化的存在 揭示了人的现实异化的多种形式 及其洋气的现实途经 现实途经 这个里面呢 他提出来一个观点 他说马克思把黑格尔以思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异化 变成了一个历史的事实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手稿里面 他在后面有一个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般 一般辩证法的一个批判 一般辩证法的批判 这个批判呢 主要是对现象学而言的 对现象学而言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 马克思强调了这样一个 就是说他通过了一个什么 对这个黑格尔的劳动异化概念的一个薄力 把它从一个什么抽象否定的环节 变成了一个现实 变成了一种现实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他就认为 他说马克思啊 把它以抽象思维表达出来的异化 变成了一个历史事实 这个怎么理解啊 怎么理解 就是比方说这个黑格尔的这个精神现象学 是吧 如果我们用这个公式来表述的话 用一个公式 就是用 他是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是吧 肯定否定之否定 用这样一个公式把它构造起来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否定 否定啊 他作为一个异化啊 作为一个异化 作为一个 就是说 作为一个呃 整个异化 他是不是在一个 在这个公式当中 他是不是按照这样一个同意性的思维啊 一个抽象的思维 所以否定作为一种异化 作为一种异化 对异化的这样一个洋气啊 他是什么 否定是对这个呃 否定是表现为一种异化 那否定之否定的表现为一种回复 是一种回复 他是在一个什么 一种抽象概念的这样一个形式当中啊 呃 把它表述出来的 所以否定呢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环节 是一个抽象理性的环节 那么马克思所看待的这种否定是什么 他刚好变成为一个起点 他刚好啊 把它变成了一个起点 变成了一个起点 就说否定啊 作为他不是一个抽象的环节 而是什么 而是整个事物的一个起点 而是整个事物的起点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既然他是一个起点 作为否定 作为异化 他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起点是什么 他是一种特殊的 一种历史性的 也就是说是人的一个现实的存在 是人的现实的存在 那么呢 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起点 在这个否定 什么是否定 那么否定呢 也就是说 他是异化了啊 那么在这个异化的基础上 这个异化了 他是怎么作为一个特殊的 作为一个起点 他表明了什么 表明了人的活动的变化 人在 人和货币 商品 这样一些物的关系 是吧 他的 现实的物的关系 所以呢 从这样一个特殊的 这样一个规定当中 马克思得出了 无产阶级的结论 所以他说 这个异化 当马克思把他作为一个起点 作为一个讲他的现实性 就是讲的 在马克思那儿 这个异化 否定这个环节 就是讲的 能得现实的存在 现实的存在 能得存在是什么 他就是一种异化的存在 不是说 这个异化是什么 从肯定而来的 否定 就是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能得存在 他本身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异化的存在 所以这个异化表现的是什么 他是一种特殊的 历史性的这样一个存在 就是说 他是和资本主义 这种社会形态 就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能得存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能得存在 所以呢 从这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能得存在当中 马克思就得出来什么 对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 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就成了什么 对这个异化的这样一个洋气 对这个异化的 这样一个否定 所以这个异化本身呢 他认为不是什么 整个辩证思维当中的一个环节 而是讲的什么 在马克思那儿 就是讲的 能得存在 所以否定概念 异化概念呢 他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存在概念 是一个存在概念 他不是从肯定开始的 就是把这个否定呢 当做一个出发点 当做一个出发点 当做能的一个存在 就是讲的 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能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异化不是一个什么 我为了实现 实现这个 我能的自身发展的一个环节 是吧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环节 而是什么 而是能的一个存在 能的存在 那么既然这个异化 它是一个存在的概念 一个存在的概念 那么它是相对于什么而言呢 所以它有一个相对性 这个相对性呢 它是相对于什么 和非异化而言的 非异化而言的 也就是说了 异化的人和全面的人呢 它是一个辩证的存在 所以辩证的存在 所以他认为了 就是说异化的人和全面人的 这样一个关系当中 来说明了人的才 他说 这就有一个思维框架的 框架的问题 既然这个否定呢 它是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存在的概念 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概念 那么和它相对的全面的人 或者非异化的人 它是一个在什么意义上 被界定的呢 在什么意义上被界定的 它说这个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区别 在于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在黑格尔那儿 异化的人或者说这个被异化 异化和非异化了 它是什么 它是看着是一个 辩证的历史运动过程 在这个阶段上它是异化的 那么在这个阶段上 它是非异化的 是吧 它是从这个阶段到这个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上面 它是不是都是纯粹的 就是说一个是异化的 一个是非异化的 一个是异化和非异化的 所以在黑格尔它呈现为什么 一个历史的运动 一个历史的过程 但是呢 叶飞福尔认为他说所谓马克思所说的 在马克思那儿异化和非异化的辩证连结啊 不是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 而是一个同时性的存在 而是一个同时性存在 就是说异化和非异化它是同时相关联的 一个人的存在既是异化的又是非异化的 既是非异化的又是异化的 那么这样说是不是同意反复呢 他认为不是的 他认为不是的 这个辩证过程的意义是什么 是我们了解人的现实生成的一个状态 人的现实生成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在这个异化的存在里面 有一个同时有一个非异化的存在 有一个非异化的存在 非异化存在什么 人的一种理想性的存在 一种理想性的能不可能是现实的 它在现实上当中是异化的 但是在任何时候 它在异化存在的时候 它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理想 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要求 它有一种需要 有一种自我完善要求 它不是说把需要概念引进去 它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要求 所以在这个异化和非异化当中 非异化刚好是对异化的一个批判要素 所以这个批判要素不是来自于未来 而是来自于它现成的社会当中 所以它认为马克思讲的异化 为什么它和黑格尔相区别 它说黑格尔它是一个思辨的 是因为什么 它仅仅如果说它有辩证法 是讲的历史辩证法 它是在一个历史运动当中 把异化和非异化把它分开 分为人类历史的两个不同的阶段 而在马克思那把它看作异化和非异化 是能得存在的一个辩证结构 辩证结构 讲的是什么 能得它的异化存在和它的非异化存在 都同时存在 它的非异化存在表现了什么 它的对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 表现了它对现实自身存在的一种否定 是一种否定 所以它说什么 它更确切地说 异化和非异化的辩证运动 能够使我们确定一种具体的变化状态的结构 它说这样一来 一种非异化可以处在异化过程当中 或者相反 就是说以非异化可以处在异化的过程当中 那就是说什么 我是一个非异化的 是一个理想的时候 我同样是在异化过程当中的 是吧 同样是在异化过程 或者说反过来说 你这个异化了 也可以说处在非异化当中 有没有一个社会会把异化和非异化分开的 它认为是没有的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 它都有它完满性的一面 就是说人的全面 这个人有自身需要发展的一面 同时它也有什么 有一种被压抑的 这个异化的这样一个一面 所以不可能说 人有一种异化的存在 到一种非异化的存在 而是说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当中 它同时是异化的 也是非异化的 它说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分析 就是说这种辩证的 在同一时间的分析 我们才能够区分这种运动的不同方面 而不是把它们混为一谈 混为一谈 以为这个社会全部是异化的 这样在这个社会当中 它是一个辩证的 所以从这样一个辩证的结构出发 也就是说它把原来人们对 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异化的理解 异化和非异化 异化是什么 异化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 就是资本主义社会 那么非异化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其实马克思都没有做这种分析 的确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把1840年经济学手稿 把它翻开的话 那马克思就分析 共产主义这个概念 共产主义这个概念呢 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相联系的 我们看一看他的这样一个定义 他说如果我们希望定义日常生活 如果我们要定义日常生活的话 我们就必须首先定义日常生活所处的社会 及平凡和现代性扎根的社会 所以他在这一句话里面 他就定义了就是说我们所处日常生活 也就是说他对现代性的这样一个定义 什么是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 那么这样一个现代性的实际上就是表示 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我们现代的这样一个社会 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这样一个日常生活所处的社会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平凡和现代性 平凡和现代性这它两个特点 他说我们必须定义它的变化 它的前景 把那些似乎无意义的现象和与那些本质的 以及与之同等的东西区分开来 这是讲的就是说 他这个讲的什么 就是说我们必须定义它的变化 它的前景 就是你要定义这个社会的 它的变化 它的前景 把那些无意义的现象和那些本质的 以及与之它等同的东西区分开来 你要把这个日常生活现象里面的什么 这个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 虽然它是日常生活 但是日常生活它也有现象和本质 那就日常生活它不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全部作为现象 以前的这个日常生活什么 日常生活就是个现象世界 而这样一个而和现象世界相对的 是这种理性的这样一个 理性的世界是吧 那么理性它是本质的 它是本质的 是能备思考的对象 而日常生活不是的 他说如果说你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 平凡现代性扎的根的社会的话 那么我们着这个定义它的时候 就定义它的本质的东西 也就是他所说的 我们要用非平凡的眼光看待平凡的生活 就是哲学家 什么叫哲学家 哲学家就是要用非平荣的眼光看待平荣的生活 我们对待这个平荣生活 我们要面对这个平荣生活 但是我们不能用一个一般人的生活 如果我们要用一般人的眼光看待平荣生活 我们是不是异化了 就是是吧 是一种意识的异化 而不是那个 他说当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异化了 你还没有意识到异化的时候 你是什么 你就已经异化了 已经异化了 你是异化的存在 而你已经倾行的意识到自己是异化了 即使你异化的存在的时候 你就非异化了 你就成了一个全面的人 所以这就是什么 人的存在当中 要有对自身 对社会要有一种批判性的思考 这就是哲学的思考 哲学思考 那么他这个讲的就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定义它的变化 它的情景的时候 要把那些似乎无异的现象 和那些本质和鱼 它等同的东西把它区分开来 你要把这两个区分开来 再来吧 再来来吧 再来吧 再来吧 感谢观看